罢免贾斯康委员会于周一发表声明,有近40%支持罢免贾斯康的有效选民签名,被洛杉矶县选务处错误剔除,剥夺了数万选民的权利。 根据声明,志愿律师自9月6日便开始复查选务处所谓的39%无效签名。 其中,选民签名被选务处错误剔除的原因有很多,包括选务处没有遵守现行的签名验证法去审核签名。 大量与记录存在许多相似性的签名被随意剔除,还有大量签名被标记为重复签名,但选务处没有按照法律规定至少计入其中一个有效签名。 另外,部分选民的首写名字被标记为打印签名,因而作废。 由于选务处对复查过程做了很多限制,因此委员会将最早于下周申请禁制令,寻求更多授权的数据协助复查。 至结稿前,选务处尚未对罢免方的指控做出回应,但对记者表示,如果未来受到了禁制令请求,会做出相应回应。 新唐人电视台《洛杉矶记者站》综合报道。 新唐人电视台《洛杉矶記者站上》